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为什么我要做总结报告 因为我要看人性瘟疫跟战争之间的关联性 我们通常知道传染病 它传播的速度是非常非常的快 从快的过程当中 我们可以看出人性的一面 那讲到传染病 各位来看一下 人性瘟疫战争的关联性 其实瘟疫它隐秘性高 各位知道瘟疫什么时候侵袭人类 瘟疫什么时候去改变历史 没有人事先能够知道 因为你要看这个场瘟疫的特性 就拿新型冠状病毒你来说 从SARS到这一次的冠状病毒 可以看得出来它的侵入是无神无奇 只要有一个代言者 不到一个月可以传播到全球 当然古代的交通条件不如今天那么发达 但是一个区域性的大疫 也可以影响到政局的发展 它为什么会影响到政局的发展 因为我们都怀疑像几位重要政治人物 突然的死亡 就是因为它感染上了流感 而流感就是等于瘟疫 它隐秘性高 第二个突然性强 就是说在中国的历史上面 你尤其在三国 我刚刚已经一而再再而三的讲过 帝王突然间死亡 况且毫无征兆 除了刘备以外还有孙权是因为中风以外 其他几任的帝王 为什么突然间就会走 这个就是他突然性很强 突然性强 他就是往往会造成一个脱估的现象 那这种脱估的现象 各位仔细去看 无论是孙权也好 无论是阿斗也好 各位仔细去看看 都有移招辅政大臣 那这个就是说 为什么他要移招辅政 原因非常简单 就是帝王在过世的时候 孙权19岁 阿斗17岁 那各位想想看 康熙清政什么时候 康熙清政14岁他就清政 虽然他有辅政四大臣 他14岁可以清政 各位晓不晓得 唐太宗天侧上将 晓不晓得19岁 那换句话说 因为古代人比较早熟 所以呢 他们对于很多的思想行为 他们都有能力去控制 那偏偏三国 我们仔细去看 无论是魏明帝 无论是曹丕 无论是阿斗 无论是孙权 他们接班的时间 大概都在19岁左右 19岁到20岁 当然曹丕已经是34岁 33岁接班 那魏明帝也是20多岁 从这个接班的态势 你说明了一个事实 就是说 瘟疫的袭击 由于它的突然性强 使人们对于未来政局的判断 与看法 就会产生一种不确定的感 不确定的感觉 各位要知道 做任何的决策 如果对于未来不确定的话 它往往会造成一个极大的现象 第一个 不敢花钱 第二个 保密要紧 然后第三个 近代时局的变化 那这些 对于一个要往前走的国家 都是一种伤害 就是因为不确定 所以不确定 各位要知道 在现代国家 或者现代社会里面 只要有不确定性的话 它投资必然减少 它经济根本没有办法发展 所以我们考虑到 叫做突然性强 还有一个扩散果 为什么我要讲扩散果 就是我一而再 再而三讲的 本来是地区型的瘟疫 会发展到全国 本来无声无息的流感 居然会对政治 军事造成那么大的影响 好 赤壁之战 就是一个显著的例子 还有防治难 就是各位仔细去看 三国虽然出现了 有张仲景 或者华佛这些名医 但是他们究竟做了什么 没有人知道 就是防治非常困难 我刚刚讲 一个国家 它采取战时经济 就是战争经济体制的话 它是不可能 对于所谓的瘟疫 有所防治 换句话说 瘟疫不在它施政范围之内 它只能够劝老百姓 你们好好的过日子 最多就是精神安慰 或者心理安慰 不会有实质的效果 然后致死率高 就是那我讲过了 任何流感 它的致死率很高 像西班牙流感 你不要说西班牙流感 我们就单于祸乱来讲 1962年 台湾发生陆地形祸乱 使蒋介石的虎年反攻计划 1961年的虎年反攻计划 被迫不得不延后 就是它是一个陆地形的祸乱 就是因为这个祸乱 所以造成它的反攻计划 不得不延后 就是换句话说 你疫病必然会造成战力的衰落 或者会削弱战力 第二 将战损大 所谓战损大的话 皇帝不拆二兵 皇帝不拆病兵 一个军队里面 你发生了变故的话 这个军队永远无法大胜仗 这里我再举一个例子 各位要知道 在1949年福州战役的时候 刚刚好解放军进攻福州 碰到了台风 国民党的军队 那个时候解放军估计 大概我要花一两个月 能够打得下来 结果各位晓不晓得 一场台风过后 国民党为什么 气守福州 守了不到十天 况且他兵力还算是不错 因为台风过后 军中的皮肤病 还有军中的很多的装备都受到侵蚀 尤其是皮肤病 疼痛难打 然后更重要的是 军中那个时候也发生了 就是内祸乱的 就是腹泻 那既不是立即 也那个不是伤寒 也那个不是祸乱 是内祸乱 就是一个连里面能够作战的 差不多编制有九十多个人 九十多个人能够作战不到二十个 请问这场战争怎么打 所以那个时候 福州战役 蒋介石 大概三个兵团放在那边 结果一场台风 改变了战争的局面 所以我们回过头来讲 既然战争它会被改变 因为疫病 人性也会被改变 人性改变 人性变得残忍耗杀 各位去看 三国从黄金之乱开始 就跟疫情息息相关 人变得残忍耗杀 为什么残忍耗杀 因为他要争夺资源 他要争夺粮食 他要争夺生存的机会 所以一场瘟疫或者是战争 它改变人性 残忍耗杀 曹操一生以耗杀闻名 司马懿争辞辽东 也是以耗杀之名 从司马懿也好 从曹操也好 曹操打徐州 司马懿打辽东的时候 全部杀戮 一个不留 原因非常简单 就是我要争取生存的机会 我要有吃饱饭的机会 那更重要粮食 所以我们可以看得出来 三国时代跟其他朝代不一样 秦代的战争是扩地为主 就是说一个地方一个地方打 然后他设置军线 三国时代各位有没有发现 无论是诸葛亮 无论是曹操 无论是孙权 都以掠夺人民为主 就是说土地他可以不要 但是他要人民 他要人民 他主要的目的 你要帮我生产粮食 所以三国有很多的地方 其实都是被俘虏来的战俘 做荒帝的开垦 只不过这些史料 很少受到一般历史学家的注意 完了以后就是排外性强 各位去看江东四族对于孙权 然后各位去看看 益州四族对于刘备 完全排斥 我虽然臣服于你 但是我不跟你合作 江东四族是一直到赤壁战争 孙权打败曹操以后 他才一个一个开始进行江东化 所以赤壁之战应该是一个分水岭 因为江东四族本来想要依靠曹操 可是一看曹操败了以后 他们没有办法 只好接受现实 这个里面我在讲 这种排外性 各位仔细去看卢树 去看周瑜 他们劝孙权跟曹操对抗 他说他是名为汉相 是为汉贼 他说我们要自己自立 自己自主 所以瘟疫跟战争底下排外性强 你尤其在政治上面 能够反映出来 还有心理创伤 治愈力难 为什么讲到心理创伤 治愈力难 各位知道 英国的鼠疫村 鼠疫村我们只看到它 自动封村 然后非常壮烈 宁可就是说我感染鼠疫以后 我不要传染到他们 可是那些被隔离在教堂里面的儿童 他们的成长的过程 因为他们受到长期隔离的影响 他的人格 他的性格完全受到撩去 那这一些反而是新闻媒体没有报道 我们看历史是要看它长的 而不是看当时他的壮烈 他的壮烈的代价 除了牺牲他们自己以外 对于这种儿童心理的影响 这里我再讲一个例子 就是二次世界大战 之所以爆发 当然原因很多 英国人美国人 不知道写了多少 但是我曾经在早年看过一本书 那个是我服兵役的时候 好像是一个德籍的军事顾问写的 放在四小图书馆 这本书应该还是找得到 但是没有对外公开发行 他特别研究一次世界大战以后 这些战火骨除 这些战火骨除在一次世界大战 全部流落街头 到了最后他们为什么会 拥护希特勒 成立党卫军 然后对于其他人 为什么那么的残忍 因为孤儿心态 一生没有安全感 所以我们现在研究二次世界大战 因为当然或者是研究疫情 或者是研究疫情战争 跟人性之间的关系 我们往往忽略了一个非常重要的 这些孤除 他们为什么在短短20年后 在它成长以后 就是二三十岁以后 居然能够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 这个我们应该从这个角度去研究 这一批生存下来的战火孤除 他们为什么会用仇视的心理 去看欧洲社会 这个就是我们讲的叫做纳税心态 这一本书我记得 是一个德籍军事顾问 奉蒋介石命令 他来到台湾的时候 蒋介石请他写 就是说德意志 为什么在希特勒时代 能够发展出军备 一般人都讲什么军国主义 就是希特勒会那个宣传 但是我们忽略了这一批战火孤除 一旦成长他们会做出什么事 是没有人预料 就跟鼠疫村 英国鼠疫村一模一样 再来讲乱世性格强 就刚刚讲过了 资源分配栏 所谓资源分配栏 一切都是资源战争或者是军事 其他不用建设 包含东汉的太学 到了曹操时代 曹丕时代 跟魏明帝时代 才勉勉强强境地 这也就是说 因为你太学不立 到了最后 为什么会有竹林七贤的出现 那当然是有政治原因 那那些太学生 为什么会帮姬康讲话 这些都是资源分配 还有流民多 就是说不用讲了 战乱一定是流民迁徙的大潮 所以我们看 人性瘟疫战争完了以后 再来看战争 战争富税高 劳疫多 灾情控制难 我这边讲一个劳疫 1950年代 大家都忘了 我们是怎么活过来的 1950年代到1960年代 每个礼拜六礼拜天 尤其礼拜天 我还记得 有家长的家庭 要必须出两个人 做义务劳动四个小时 那所谓的义务劳动 除了割潮以外 你更重要的是盖学校 因为他没那么多的人力来弄 所以从1950年到1960年代 蒋介石就经常搞这些 所谓义务劳动的方式 那义务劳动 他一方面 我们讲好听点 叫你劳动 那另外一方面 所谓义务劳动 一毛钱 他都不给你 这个就是证明了 就是说 当政府对于疫病 没有办法控制的时候 当他人口越来越少的时候 他会想尽各种方式 去解决他的问题 而这种最好的解决的方式 就是不花成本 灾情控制难 那我刚刚讲过了 基民流洗不定 制度变化大 这里我们讲 制度变化大 各位知道 战争的结果 曹操创了一个制度 司马仪承接了 以后变成创位者的基础 叫做Buff制度 我曾经谈过 这个Buff制度 我们找个一起 好好谈一谈 全程怎么样 把中央政府完全架空 然后让所有的军队 都控制在自己的手上 那这一点 就是说 过去曾经有人研究过 但是这些全程 为什么他要成立Buff 包含曹操 曹操完了以后是司马懿 司马懿完了以后 就是送其良辰 就是陆陆续续 全程都要成立Buff 就为政治转移做准备 这个反而造成了权力之间极大的冲突 好 战争管制多 这个我们不用讲了 人 人随战争 机器运转 这一点 人随战争 机器运转 那所谓的人 就是说 你是当兵的 就是永远都是一个兵 但是你必须要为战争服务 这个就是在东汉末年三国时代 为什么人民会生活的那么困苦 因为他的目标只有一个 那你不要说 曹操如此 孙权如此 就很多人对于诸葛亮来说的话 对他都有好评 但是你看看诸葛亮 他挤出齐山 挤出齐山的结果 在蜀汉末年的时候 连东吴的死者叫薛宇 他去蜀汉看了以后 明有菜色 也有菜色 也有菜色 就是老百姓的脸 跟菜一样的 就是换句话说 那个已经是到达了 鸡不果腹的地步 这个是非常的悲哀 连诸葛亮一带贤相 都没办法解决的问题 那你说 其他的政治人物能够解决 还有军阀干政的比例高 东汉末年 除了是军阀乱政以外 各位可以看到一个现象 军阀的旁边 永远都有一批博士 而这批博士 虽然造就了三国文化的璀璨 但是话说了回来 纵然璀璨 但是人民过得怎么样 他们只要自己的公民 而不顾人民 如果是现代的话 这种政府 人民大概不会支持他 但是我们回顾 一千七百多年前 除了大义 除了战争以外 其实三国的人民 过得是非常的痛苦 宛如1949年到1950年代的人民 他们是非常非常的痛苦 为什么 那我爸爸曾经跟我讲过 他说在1949年到1950年 他曾经走的三天三夜 所谓三天三夜 不是说睡不睡觉 他是跟我讲 两个人走路 一个人在中间 他说不然的话 你会掉下去 就是大家这样子走 然后走一走 两三个小时换 换来换去 他说这三天的走下来 他是生不如死 况且东西吃得非常少 但是他要走 他跟我讲 如果他不走的话 今天也没有我 但是那一段记忆 是他根本不想回忆的 为什么 走了三天 各位能够想象 那我哥哥 那我讲我哥哥的故事好了 那我哥哥是在船 是在周三撤退的时候 他在船上生的 什么保护都没有 生他的时候 就是大家把衣服 还有那些养伞 我们不是现在的这种伞 是过去非常粗糙的伞 你围一个圆圈 然后其他妇女 通通帮你看着 小孩生下来 所以 所以 那我 所以那我爸爸跟我讲 他说那三天 他们不知道 走了多久 但是非常痛苦 但是不走 他又不行 最后 他虽然他坚持下来 但是 这个成为他一生 最不想回忆的一段历史 那我曾经想问他 说 你能不能告诉我多一点 他说 你要知道 人对痛苦的回忆 是不会记起来的 人只会记高兴的 他不会记痛苦的 因为苦难对他来讲 他说 虽然这个苦难他过去了 可是你再问他 你要不要再度经历苦难的历史 他说 回忆的痛苦 是让他对于苦难 根本提都不想提 所以我曾经也问过 那我爸爸 那我爸爸跟我哥哥 他们感情很好 但是跟我感情不见得很好 结果 年纪越大 我才想到 这是人性 为什么 因为他跟我哥哥是患难与过 因为他一直有一种愧疚之心 就是说 当时候的逃难 我没帮你带好 让你四岁着陆 所以到了最后 那我哥哥不管做那个什么事 那我爸爸都听他的 不会听我的 这个原因就是说 从战争瘟疫到苦难 因为1949年到1950年 其实也有很多的瘟疫 你尤其台湾也是鼠疫横行 从过来人的例子 你回去看那个三国 他有太多的生活 去值得我们挖掘 我们历史学家的责任 虽然不是重建历史 但是历史学家的责任 是要从人性的光辉中去看历史 而不是从人性的黑暗面 去看历史 因为你去除了这种光明面的话 回忆起来都是痛苦的 人的智慧随阅读而成长 今天我介绍一本书 这部书是由暖暖书出版 讲的是法国小日报 讲中国的历史 那这部书是很有趣的 它有趣的地方是在哪边 就是讲到法国小日报 它如何讽刺中国晚清时代的官场 还有民间的一些行为 它是用漫画的方式 用讽刺的方式 用想象的方式 用实景的方式 它编创出来晚清末年的时候 中国稀奇古怪的一些事物 那这部书各位仔细来看 它的图档很多 你看 这个就讲到了义和团 讲到了义和团的事变 那事实上你看 它讲到义和团的事变 它就是类似用插画的方式 它用插画的方式 讲到义和团的一些集体行动 事实上就我所知 义和团穿的没有那么好看 好 这些义和团 其实他们的穿着没有那么好看 那它却用想象的方式 它讲到了义和团 一些不可思议的行为 除了这个以外 各位来看看 这个 你看 清军攻打二足迹 就是也是讲到义和团的一些事物 各位来看看 当然 它的图案是非常非常的鲜明 但是事实上 那清朝的服装不是这样 这个是他们完完全全的 用那个想象的方式 那想象它 为什么它要用想象 它主要是在讽刺 晚清末年的时候 一些匪夷所思事件的发生 那这部书它好玩的地方 它讲到了很多很多的小故事 来 各位来看看 这些小故事 像包含这一页 你们可以看得出来 杀死外国联军 各位来看看 这些 这个事情 它发生在 王府井大街上面 那王府井大街 各位知道 它有一个教堂 这个教堂 就是我们 用赔偿的方式 帮老外 盖了一个教堂 那 从这里 我们可以看得到 一是在西方的中国史 法国小日报 季度晚清 从1891年到1911年到民国成立前 那这段历史 大家大概都已经知道 这段历史对中国来讲 它是一个非常悲痛的历史 因为从庚子年 其实确确地说 从庚子年 我们从1890年开始谈起 1890年庚子 事变以后 中国的国势就是任人宰割 在任人宰割的过程当中 我们可以看到一些国民的不理性的行为 而造成了国家的伤害 这部书算是不错 然而 却是从西方的观点 来看中国 这是一部好书 值得我向你们推荐